终于晴天了,这下老妈乐坏了,又能晒干菜了 前两天晒的土豆片,色不太好 老妈说差点没扔了,趁着天晴,再拿出来刺了刺了 老妈说早上没啥熬的,摘点豆角吧 这还是早豆角,都快八圆了,碗豆角也没怎么结 今天这豆角长得特别不好 老妈说少摘点,就够我俩吃了 摘完豆角,再找找愣黄瓜 今天趁着天晴,又要晒点黄瓜墙 园子里的嫩黄瓜也不多了,能摘的都给它摘下来 老黄瓜倒是不少,遍地都是,吃不过来 下了半个多月的雨,这草在小园里都搭子了 茄子羊也烂一地,茄子也不长了 老妈说再吃了吃了,地里吃了干一点 就把小园收拾收拾,造得有点不像样了 一根愣黄瓜也不放过,能摘的全都摘下来 要不过两天又该老了 遍地的老黄瓜吃都吃不过来 哪天给同事摘点送过去 把筐里的愣黄瓜全都挑出来 还在小园里发现了两个贼不头柿子 这个柿子熟了就是绿色的,里面都起沙了,酸酸甜甜的,特别好吃 老妈说今天的黄瓜不雪片了,给它切成长条 稍微老一点的把筐去掉,切成一条一条的塞 在灶坑里搓出两条灰拌黄瓜 这个灰是稻草结杆的灰,也叫草木灰 要把黄瓜条揉搓出水,让草木灰复裹在黄瓜表面 搓好的黄瓜条放在水泥台上 前院的阳光比较充足 然后给它均匀的码放好 忙活了一早上终于要开饭了 老妈说快赶紧吃饭吧,一会儿上班来不及了 早上捞的米饭,做的豆角,糊的苞米 老妈还煮了一盘肉 老妈天天换着样给我做吃的,想不胖都难 还好我有糖果 饭前来一粒,多喝点水 老妈说感觉今天早上的米汤格外好喝 可能是早上干活干得有点口渴了 米饭都盛好了,我也要准备吃饭了 吃完饭还要上班呢 准备出门了,秋天真的来了 园子里的李子树,上面没有几个李子了 好不容易找到几个,宅下来准备路上吃 路边的猫咪沐浴着清晨的阳光,蓝散而又可爱 前几天夜里的一场秋风,导致地里的苞米倒了不少 这是农民最不愿意看到的景象 因为这样就会造成减产,但是没办法 走在我最喜欢的小路上,路边都是树 经过一片水塘,里边的花不知道叫什么名字 但是开得美极了 牵牛花,我们也叫喇叭花 路旁的割桑花也开得十分娇艳 这一路心情舒畅,咱们下期见吧,拜拜